今天好 收藏的臺灣來關心 這關我們最關的消息 空軍的戰機幻象兩千公里 團主公飛團有過期的飛行 這是前美萬的主任 陳松山所拚的 他說這幻象戰機的佩敵 雲木飛彈跟魔法飛彈 都在去年到月 就已經超過十年的安全期間 可能有空中博物資飛行 就像空中飛躍 來自法國的幻象 是我們空中方飛行 長得解釋的 不過陳總統 丹主比辦公室 陳竹林丹雄山是來布料 換上政機所配的 混互飛團以及魔法飛團 都在過年到月 超過十年安全使用期間 其中魔法飛團的部分 雖然空軍 今年是來變五億 買來買一些 可以遠等飛團 秀名的東西 但要到後年才會送來臺灣 另外 混互飛團的部分 丹雄山也說到 法國創傷 在今年五月第三島 來發行 空軍輸淨 跟他說 現在混互飛團的 收名已經到十三年了 是超過元首保證的十年 他警告我們 如果發生任何意外 或者爆炸的話 法國現在不負責任 所以如果不更換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危險 好像空中火藥庫一樣 空軍對主婦人表示 環境正義所配備的混互 以及魔法飛團 在中古 因為跟法國元首 能登這個秀名的 警鐘 之後已經能登了 這飛團可以用的 遺憾 從民國九十七年 就開始尾由中科院 簽約執行 這兩型飛彈的延長可用年限的 建設 在中科院跟法國原廠的合作下 評估的結果顯示 均可延長受席 空軍也強調 現在環境正義的狀況 都可以達到標準 維持空洪戰力 空軍也會繼續來 評估飛團的狀況 來決定 當時準備了換 以維持飛團的使用品質 並且也會專利來提醒 我們的空洪戰力 記者 中智雄 下記 文台北部都